我也是就是我嘛 然後我妹妹 然後我覺得很明顯的 就是從小我媽 我媽 我爸 我父母就是比較疼她啦 因為我們家有兩個房間嘛 一個大的 一個小的 然後從小到大 我妹妹都是住大的房間嘛 然後我是小的 然後我們長大後 我們兩個都有搬出瑞典 我們現在不住在瑞典了嘛 她的房間 她的東西全部通通都還在 她這個大的房間 我的東西都被收到小巷子裡面 然後我飯 要你不要回家了嘛 真的 然後更誇張的是 我妹妹的東西真的很多 會不會是因為你結婚了 妹妹還是 可是她也沒有 因為她也沒有住在瑞典 那她幹嘛還要用這個 她可能想說單身隨時會回來啊 沒有 可是誇張的是因為 好 我妹妹那麼多東西 我用一個 真的一個 這麼小的一個箱子 然後我每一點回去 我每一點回去 我媽都會叫我去 你可以去看你的那個箱子裡面 有沒有什麼東西要丟的 或什麼 每一年越來越小心 越來越小心 真的 我是說 但是那種 那種單家的那種大的箱子 好可憐 好可憐喔 我覺得你剛才這方面 在屋子方面 在錢這方面 在西方 真的比較有好處 因為 像你說的 就像烏克蘭一樣 男生想要賣比較帥的衣服 家人就覺得 你幹嘛這樣耍帥 你以為你是誰 但女生要大幫漂亮 我覺得這比較自然 他們會容易幫他們買 然後另外一個 更嚴重的方面就是 上學 因為上學非常非常貴 但是我跟你講 在這方面 女生確實 比較好嘛 因為像男生 我們都有機會 十六歲 十七歲 還可以去工作 然後轉一些比較好的 的 薪水 但是可能是施工 或是在農場 我們以前都要 都要去採煙草 或是去 我有去做那個 自然汽油 就玩那個嘛 就很危險 但很會賺錢 但是女生 出了服務員 但是也不會賺那麼多錢啊 所以我去上課的時候 我女朋友也是 從同一個老家一起來 然後她都不用付學費 我自己呢 也要考學金 獎學金 然後自己工作 因為你沒有社會責任啊 是沒有責任 是有能力啊 沒有責任 對 真的贊同這個阿龍 尤其是那個年紀啊 真的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很多那些加拿大的朋友 很奇怪喔 他們真的是只要是有錢的話 不是那麼多有錢 可以全部人去的時候 他們反而跟那個 我們亞洲人不一樣 他們是把錢 選擇在栽培女生身上 在比在女兒身上 因為我看到所有那種 有這個有男有女 這個加拿大的這些家庭裡面啊 女生喔 如果有能力 女生都去念私校 男生就是自己去辦公辦讀 還要背這個所謂的學貸 所以兩個就差很多 你就看到說女兒 沒事都還可以回家 我說欸怎麼那個真的 兒子都不回家 他說他就想說兒子 因為要打工 打工來付學費 跟付那個所謂的學貸 所以基本上來講 那個阿龍講的 真的我遇到的也是一模一樣 對 加拿大裡面只要有女兒的話 基本上不是讀私校 就是讀比較貴的學校 而且通常都是爸媽買單 這點我覺得 願意花錢培養女兒 真的 而且車子比較好 女生有的車子 父母也幫他們買更好的車子 我想去加拿大了 好啊 那很棒 被醜耶 好啊 對啊 對啊 我覺得妳要去烏克蘭 因為現在在烏克蘭 你們兩個現在要搶我去 我講了 你不要為了我打架 因為現在在烏克蘭 我們覺得女生比較聰明 所以父母很願意花錢 所以如果她女生喜歡學東西 父母很願意花錢 我記得去了兩個大學 一個是烏克蘭的大學 這可以免費的 然後她去波蘭最好的大學 父母都付錢 可是男生父母覺得一半一半 有父母覺得男生比較笨 或是也覺得 應該會失敗 所以她覺得給錢 給男生就很浪費錢 所以如果男生自己想學 父母會說難去打工 或是如果你那麼聰明 你可以申請獎學金 比如說我 因為我想去英國的時候 我爸說我不要給你錢 很浪費 你去那邊我怎麼知道 你爸直接這樣跟他講 爸很懂耶 爸說你去英國我怎麼知道 你那邊讀書或是你玩 所以呢 你要去那邊 你可以申請獎學金 或是那邊上班賺錢 之後就花錢 他也是從小這樣栽培你 現在才會這麼有成就啊 是吧 因為你知道還有 他不認同 他不覺得 其實一方面也是講我們怎麼獨立 對 就是我們要先去賺錢 先去付這個學費 完成我們的課 這樣子完成了後 我們就是獨立的男人 因為我們很多的這些 韓國的這些朋友啊 他只要是男生的話 他就覺得說 其實他們的壓力 是來自於畢業後 因為他們那個很多的同學就是 一畢業在大四的時候 都那個忙得要命 我說要忙什麼 他都忙得要找到好的公司 進去工作 像他們什麼 有些不是叫什麼三星愛遊戲這種 大公司進去的話 這覺得是男生對 社會對這個男生的壓力 反而我看到大四的時候 那些女生 基本上都還滿輕鬆的 因為他們覺得說 找不到的工作都無所謂 因為最後來講的話 是嫁得好比較重要 因為這是他們這個社會 給他們的觀念 而且他們還講 那你這樣不會想到獨立自主 想要說自己闖出去變天嗎 可是他們韓國人好像 沒有這個概念 因為是說所有的 你只要結婚以後 所有韓國女生 就可以掌握整個家裡的錢 所以就算是老公賺得好 或賺得不好 反正他都會有錢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他們只是要 想要嫁一個好的丈夫 跟一個找到好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社會 給這個男生跟女生 尤其是韓國社會 兩個不同的那個期待 真的 就是一樣啊 就是這樣嗎 將軍 對 非常認同 因為韓國就是 如果有同樣的錢 一定會讓兒子去大學 女兒就是隨便 如果你想去 我會盡量幫你 如果你不想去就算了 但是韓國的話 你不想去還是逼他去 因為他覺得女兒 反正最終嫁了 幹嘛浪費這個錢 對 韓國就是有一個講法 就是從小到大 跟女兒說 你講大後你去 嫁給一個好男生就可以了 但是韓國男生還是會有苦的 就是 韓國父母對待兒女不一樣 是情緒管理的部分 因為 女兒會有情緒 很大的情緒 男女都有情緒 但是 就是在韓國女生哭是正常的 但是男生哭是不正常 不管你的年紀是小還是大 因為通常 小朋友也不能哭 對 因為韓國有一個說法 男生 因為醫生只能哭三次 蛤 出生就一次啦 出生就一次 第二次 是 出業一次 什麼出業 出沒過世 對 父母過世 第三次是 你自己 自己 死的時候 自己過世怎麼哭啊 是 沒有啊 就是 難過 如果倒閉了之後 我要面臨死亡的時候 我可以哭 對 就是人生 從小到大這樣被教育 只能這三次就對了 反正韓國就真的 老一輩的說法是這樣 現在還會這樣講 標準 對 所以是如果就是 如果小學 六歲的小孩子 跌倒了 他會 要笑 他不會跟他說 欸 你好還好嗎 不會 你不要哭 男生不能哭 對 就是很堅強 只有我們才會看 有點像 但是 你知道以前我的姐姐 生病的時候 她會跟媽說 媽我今天不舒服 可不可以不去學校 我們說當然可以的 之後休息一個禮拜 那我 休息一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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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久了 他太誇張了 那我啊 我會說 媽今天頭很痛 頭很痛 他打電話跟老師說今天怎麼樣 老師說考試 你是逃避考試吧 對啊你 剛好考試那天你頭痛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沒有 哦 好詩 然後 陳真有的時候沒有 我的哥哥也是啊 如果他的 因為哥哥有兩個女孩一個兒子 兒子如果哭的時候 他會說 你是女生嗎 這女生會哭 如果你是女生 男人就去拿姐姐的衣服去穿 哦 然後他的兒子就不敢 那會有兒子說 哦 好啊 就戴上髮骨頭 這樣 像女兒啊 女兒頂嘴啊 沒禮貌 這種瑞典的爸媽的 容忍度比較高 因為說真的 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我小時候啊 然後我跟 就是有一次我看到我妹妹 她在看電視嘛 然後她在看電視 然後我 然後我爸 我們爸 她就是 就經過了這樣子 然後當住她的電視嘛 然後她就是在那邊 哦 討厭了 當到我的電視 然後 然後爸爸就馬上就是 哎呀 不好意思啊 你這樣子比較好嗎 這樣子 你開心了吧 然後我呢 我後來又一次 我也是看到她的孩子 然後我又在那邊 哦 討厭了 不要當到我的電視 然後我爸爸 然後直接就是 去把那個 電視的 沒有 聽到 這兩個人有沒有更討厭 差那麼多啊 差好多 對啊 我沒有姐妹 但是我有看見這件事情 很多次 比方說 我們小時候都有車子 都開媽媽的車子 或爸爸的車子 這樣子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真的很鬧笑 他是被別人撞到了 然後就是隔一天 就是那個油漆掛傷了 然後回到家 父母就整個罵他 就覺得 你怎麼那麼不扶責任 你這個要付錢 你就要去工作 換這個錢 然後才可以 就刷那個油漆 但你知道嗎 女兒如果去開車 然後 我 他完全不會開車 然後撞到一個東西 就 轉到樹 回來變敞篷了 爸爸 我哪有時候會害怕 我不知道 就不小心 就 你知道嗎 很漂亮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沒錯吧 對 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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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差太多了 阿龍我不知道原來 妳的背後好輕鬆喔 對 日本 服裝打扮 其實每一國的服裝打扮 男女都會不一樣 對 服裝打扮 這是剛剛那個 那個韓國的嬸嬸說的 完全不一樣 韓國的嬸嬸 嬸嬸 嬸嬸 嬸嬸啦 韓國的嬸嬸說的 謝謝 他剛剛把我的名字 念成美東 美東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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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錯了 美東 她剛剛跟我說 美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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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剛剛問我說 美東先生 沒有 沒有 就是剛剛 所以美東嬸嬸說的什麼 知道妳是個中男輕女的韓國人 是 美東嬸嬸說了什麼 好了美東 聽她講 好 所以就是美東嬸嬸說的 完全不一樣 因為 因為日本的女生 日本的媽媽很 媽媽很喜歡她 就是自己的女兒打扮漂亮 因為就是長大之後 可以給自己的老公看一下 所以他們就是每天去小學校的時候 就是我的女生朋友 她生了女兒 然後那個女兒她去學校的時候 一定需要介紹給大家看自己今天 穿什麼東西 所以她的 我的朋友就是 每天每天給她很漂亮的衣服 很像公主一樣的衣服 對 然後就是另外一個是她的弟弟 她的弟弟每天穿的衣服都一樣 每天都一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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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跟韓國完全不一樣 這個是有點誤會 韓國父母親就是 不管你是男的還是女的 其實都會讓她穿得漂漂亮亮 只是那個牌子跟價錢的問題而已 對 價錢這樣 OK 一眾男輕女真的是 使不得 你知道對小孩子會造成這個傷害 你不要覺得好像都無所謂 其實對我們 不是對我們 對 對 對我呢 會有一個創傷好不好 就是眾男輕女真的盡量避免 對啊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麻煩基強下次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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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